风里80年代的男孩乐队 新街边男孩在有心搞作 这次他们找了当年最具音乐影响力的同伴 一起玩音乐 巡回唱出七八年级生的青春回忆 让歌迷重温经典歌曲 男孩团体的始祖 新街边男孩1988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Hanging Tough后 荣登专棋榜两周冠军 销售欲八百金迅速串红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制造西洋歌坛 是许多青年的熟悉回忆 星期日 新街边男孩为了庆祝他们的 Hanging Tough专辑30周年 在哈莱姆的阿波罗剧院举行音乐秀 歌迷演见难得机会 抢购门票销售一空 除了自家音乐秀 新街边男孩也为歌迷带来 另外惊喜他们将会和80年代最著名 并最具有音乐影响力的艺人 包括说唱组合Sort & Pepper Naughty by Nature 曾是竞争对手的美国偶像歌手 蒂芬尼和吉布森 罕见在明年同台开唱 演唱会名为80年代宝贝 北美全会演唱会将在明年 从俄亥俄州开跑 他们将到访53个城市 相信到时这些音乐将带给歌迷 满满的诡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